Hello 各位, 万众期待 我以为这部机器 大家都看到它的Logo Yamaha 上次和大家试过一部AS 1200 那部机器已经出了几年 有些朋友说今时今日 当然出了一些All-in-One 现在是我的前面 就是有串流功能、解码功能的 两声道合拼式扩阵机 而合拼式扩阵机的部分 是一样足正的 还有一样是有个标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试试的产品 就是近期非常热门 就是Yamaha最新推出的RN2000A 是一部长期受欢迎的两声道合拼M 再加上Yamaha最新的串流音乐技术 里面有美好的解码 还有在AVM 里享负成名的 自动声场校正的功能 三合为一的一部 All-in-One Streamer Dead M 正式介绍之前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 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你的赞好、留言和订阅会帮我们把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好了,这部电视机 真是很多话说 不浪费那么多时间 立即去视频 看看这部电视机 开箱和开机玩 FM 电线 有支收音咪 YBAO 两粒3A 电 遥控器 这个缩口缩面 英式13A 电线 说明书 很大部 开完 这部电视机基本上将厂方最厉害的本领 全部加进去 而在制作用料上 亦是YAMAHA 2000 系列 两声道器材的水平 由用料去到避震都相当讲究 大家都看到 它是用mechanical grounding concept 机脚亦是用铜脚 看看SPEC 功率是1kHz 有没有更好的数据? 在这里找到了 压定输出功率 在20Hz 到20kHz 有90kHz 8 昂 4 昂时 一日 145 昂 频率响应是5Hz 到100kHz Analog 信噪比110dB 器材尺寸也有少少大 重量也有少少重 我们看看机后面 右边就是IC电源闪 是无地的,双重绝缘设计 木机是马来西亚组 一贯的 HDMI 输入端子 支援ARC Wi-Fi天线 接着这个是网线 左边有数码输入 USB 输入 另外有一组 RCA 数码同组输入 以及有两组 TOS LINK 数码光纤输入 下面有BIDING POST 不过是这个是Left Channel Right Channel 在这边 AB 组设计 接着你会见到这里有一个SWOF OUT 接着下面一组 RCA 立体声的前置输出 接着你会见到三组立体声模仪 RCA 输入 然后这里你会见到有DAB 和FM 的天线 香港就收FM 下面最后 黑胶墙头输入 好,这就是机背 好,我们现在谈谈一下机的设订 哇,多漂亮 先试一下 好了,其实这部机 和我刚刚前几个月 试的1200 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是2000系 其实应该是200 那个玉 所以很多东西 很重复,我就不重复了 上半截很明显是手术面 有很漂亮的标 有些復古的设计 下半截这里有一条黑色巴 这个就是一个显示器 这个是一个屏幕 还有Lowless 的调校 小声听的时候 低音会战重一点的一个调校 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里四个按钮 都是硬体控制 经过一些线路板而进行调校的 不是数码控制的 所以在APP 控制不了 音色平衡度,控制不了左右 和Lowless 的比例 好了,接着这个就是 Enter 键,可以按 选择Menu 就是Note menu,Enter 一般的机器,你开了它专属APP 就立刻已经接触到 但是这部机不是的 你是必须要按着 Connect 键,5秒钟 APP 才能认得这部机器 很保安的,很智能的 Pero Direct 开了之后 除了必需要的数码元件 即解码那些一定要开之外 因为所有数码元件 多余的东西全部关掉 这个锅箱跟上次不同 这个锅箱是数码锅箱 所以你可以用APP 控制的锅箱 但是手感也很漂亮 有些阻力,有些触碍 而且这个也是金属锅,不错 不好意思,这部机器没有一个靠屏幕 可以让你看到唱片封面 你要看唱片封面呢 我们去APP 看 这个锅箱是很简单的 也是YAMAHA 自己的 MusicCast App 进去 我已经连接了这部机器 所以已经立即进入了 这里就会有一堆材料 多得不得了 香港人多数会用到的 例如Title Cobus Spotify 或者AirPlay 南亚 Internet Radio 基本上都有齐 TV 这个就是HDMI ARC 的回传信号 另外Title 大家看到是Title Connect 就是由Title App 来控制播放 就是直接控制硬件 其实有些像Spotify Connect 至于Cobus 就不同了 Cobus 就是In App 做的 你要订阅自己的币 就可以进入 你就发觉你会看不到唱片封面 一直进入到这里才看到 好像差一点 如果可以早点看到Cover Art 就开心点 对不对 另外还要说 当你听到串流平台时 机面的显示 就不会显示到歌名 只是显示到你的平台 即现在我在播放Title 你就会看到机器写着Title 何时才可以在机器显示歌名呢? 用 UPnP 就可以了 这个就英俊了 Note Cover 了, 看得很快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机面有歌名 好了, 至于设定方面有些什么要搞呢? 是需要在这里调少少东西 其实不太多东西 因为大部份东西都是在机面 调实体制 包括YPAO 的音量 你可以开了它 A-B 声器自己可以调 好了, 睡眠定时 你可以把它连动到Amazon Alexa 或者Google Assistant 都是要拆掉两边側板 再要撕少少的胶子 才可以开得到这部机器 但是这些机 不开它 拍给大家看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你们 整部机器是非常重的 而且基本上是对称设计 中加一只超级目的大环牛 相当厚身 重型 为了要令这只牛 没那么震 下面还要加一块铜板 是贵机才看到 下面就看到有四支 大水塘 磊波电容 YAMAHA 和Nippon Cam 订制的 18,000mL 一支磊波电容 旁边还有两支小水塘 Nichicom 是6,800mL 一支 总共有4支 然后两边就是攻略管 加上大型散耳器 接着线路板被桥遮住了 桥桥是为了加强整个机壳的降性而做的 为了看到线路板 把桥桥拆掉 有一块大大块德州仪器 支援道比和DTS DSP 晶片 当然这部机器不是AVM 我相信这部晶片主要是负责 数码运算的处理 另外还有解码 解码是ES S9026 Pro OK可以 以及现在一粒晶片所有的声道 全部集中在两声道运算 另外Analog 放大 有大量YAMAHA 经常见到的图瓷电容 另外两边側板是真木圆木 你看底部便知道 另外表面是黑色光面钢琴漆 YAMAHA 做钢琴就非常熟手 不过很容易有手指毛 要先擦拭它 好 机内主要是说到这麽多 插了麦克风 DTSP 立即会转 就说进入YPAO 的模式 麦克风当然是水平放置 在皇帝位 耳水平 最重要是在做Calibration 时 关闭窗 关闭冷气 有那麽静 如果你量到出来的数据不准确 这麽多就认识了 比没有认识了 可以了 那麽快? 主要是做低音量时 和你补偿高低频 我们可以试试 小声点听 看看它是否会好些 这麽小声点 这麽小声点 这麽没有开门 开门了 开门了 咦?真的好些 细节也听得多些 低频又有多些 又不会太夸张 好了,现在录音了 YAMAHA RN-2000A 因为它是一部All-in-One 产品 因此又是没有什么混合 基本上给电、给网、给对喇叭 喇叭大家都看到 ATC SM19 上次试试1200 我都用ATC 没理由今次2000 不继续用它 我相信会好些 更加好的 即管有听听 字幕提供 其他 Survey have touched today you know today by the blossoms stake clean to the 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e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去りゆく夏の後ろ姿が恋する Broad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Broad the sun and the sun 話題 這部機很容易試,試得很開心 樣子漂亮, 控制又很簡單 很穩定 因為它是Class ABM 而且它的聲底都是比較中性 幾乎所有喇叭都很配合 抗音機的力量近年也有長足的進步 整個聲音的細節量是多了 聽感上的失真是低了 為何會這樣呢? 我相信因為這部機器 聲音訊號的Signal Path 多了數碼處理的部分 例如音量 不是用碳膜電阻的音量 用數碼的音量 在中隔機來說 一個好的數碼訊號處理 是可以在製機成本 有一定限制的情況下 令到失真減低, 音質提高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部機器 買貴了 買貴了的部分 就是加上先進功能和串流的部分 串流的部分值不值回票價呢? 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 是值回票價的 事關於YAMAHA數碼串流的部分 亦已有很豐富的經驗 所以這部串流機 可以硬看支援很高規格的PCM訊號 亦可支援DSD訊號 是原生支援 另外YPL 亦很簡單可以設定 特別是在中音量和細音量時 明顯細節聽得清楚了 低音墊一墊, 亦更豐厚 但做得很自然 一部都完成到很高的機器 有甚麼不足的地方 也有 我覺得每部機器都能說出不足 它不支援RUNE 平台 亦不支援MQA 解碼 最後想說的是 通常這些All-in-One 機器 都會有彩色屏幕顯示唱片封面 但這部機器 不好意思 機面有很多按鈕要放 也有錶要放 所以它下面只有一行字 就不可以顯示唱片封面 但你問我 你想找一個顯示唱片封面的機器 你可以找到很多選擇 但你想找一個有真Analog 錶的 All-in-One 轉流播放機 我就覺得應該不是太多了 看你喜歡看唱片封面 還是看錶 你喜歡看唱片封面 就開啟iPad 我經常說 All-in-One 機器 總會有些地方 成本會偏輕一點 但今次這部 RN-2000A 這部 Surima Dead M Yamaha 這部機器 我覺得它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平均 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好 實試就這麼多了 有興趣的朋友 就在本篇說明欄看看 多少錢和哪裏可以試 今天和大家實試Yamaha最新推出 RN-2000A 的一個全功能 Surima Dead M All-in-One 的最新產品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們拍片的朋友 給個like我們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 記得訂閱了 訂閱了之後記得按住頻道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出現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都說現在中價的 All-in-One 機器就越出越多了 剛剛有一部了 下次再和大家介紹 不同類型的中價有質素功能齊備的 All-in-One 的音響產品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